曾经我在参加乐器展的时候就说过 如果在20米到50米之外 放一面很大的吉他响 上面放满了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品牌 其中有一个琴它会显得非常的独特 这个琴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评讲的 叫李吉他 那么今天要讲的这个琴呢 实际上我们之前已经讲过 它实际上是汉帝的一个新的衍生系列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新的型号 就是低阶型的汉帝 Zither Harp 标准的地形 它的琴体的宽度大概在39.7厘米左右 这个琴要比它短了或者是窄了2.5厘米左右 大概是在37.2厘米 这是什么概念呢 你看这个琴当我放在怀里的时候 我的两个肩基本上是非常平衡非常友好的 那如果我现在高一点就像我把脚垫起来 你会看到我这个肩上去和下来了 那就这一点的距离呢 平常我在谈的时候我喜欢琴相对比较小一点 因为我有肩周炎 所以我希望谈的时候跟你讲轻松一点 大家也可以看到平常我在直播的时候都喜欢拿那个36英寸的小琴 因为玩着舒服 我可以一下子揉令它好长的时间 当然它的有效弦长的上下弦枕之间的距离比传统的地形要稍微窄一点 它只有643.6厘米左右 比我们传统的地形稍微窄了一点点 那上下弦枕都是藏的骨质 上面的宽度与上弦枕的差不多在43厚米左右 手感是非常舒适的C型 如果你的手小一点 你喜欢直播不太宽 这个琴是非常合适的 当然琴头方面是里集它的非常具有辨识度的地方 穿孔式的木质logo 当然它的卷弦器也非常有特点 穿孔的设计 就像我们过去建筑的那种小窗 穿孔式的设计 它的琴琴采用的是奥古曼 贝色板是采用的我们家居非常常见的游牧和炮铜 这样的面板搭配在选材上 我好像没见到第二种 汉地它是属于里集它的最低的价位 大概在三千到四千之间 那么这种全单的配置要比我们 里集它的面单系列的盛世还要更便宜 所以我觉得这款琴是大家都能够消费得起的 而且有它的品牌和文化的内涵和底蕴在里面 那它的声音怎么样 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吧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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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